國慶日這天也要做個公益活動 因此華連縣實力真善美居家長照機構 就選擇在10月10號舉辦了捐血性的很多民眾前來晚秀 10月10號中華民國國家慶祝這一天 華連縣實力真善美居家長照機構 帶領著志工和幹部夥伴們展現服務的熱情 讓現場熱鬧滾滾 同時也招呼捐血人的服務工作 與民眾一起來做善事 大家都認為做善事越多 人就會越來越年輕越快樂 身體也會越來越健康 主要是大家要保有一顆喜樂的新組織 今天是我們真善美居家長照機構 辦理捐血活動 因為捐血一帶就人一命 我感覺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公益活動 我在這邊順便跟各位跟鄉親報告一下 長照2.0 一般來講我們只要年滿65歲 或者是有身心障礙所測 或者是有身心障礙所測 就不需要年齡的限制 8522.066 8522.066也可以來詢問 我們會派專人到府去幫你們宣導這一塊 我想大家對長照2.0 應該政府的得證很多 幫助很多家裡需要的老人家的照顧 或者到機構入住啦 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礙的補助這一塊 如果有不懂得 我想我們都可以打到1966 或我們的長照專線 我們的真善美的專線 8522.066 8522.066 很感謝今天大家來勇業捐血 你看我們現場今天好像感覺很多人來響應這個熱血的活動 我想大家記住就是捐血一帶就人一命 我想大家來做公益 幻南縣市立真善美居家長照機構負責人楊文貞表示 雖然上半年度受到疫情的影響 捐血中心面臨缺血的情況 而日前疫情趨緩 所以主動發起捐熱血做公益活動 因為這是非常棒的一項服務 同時也會持續辦理捐血活動來照顧相親 元席邀請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讓捐血一帶就人一命的愛心奉獻 而不是口號 記得將意歡迎收看